LAYO聊四季天梯榮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土耳其人對上條盾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Viper最近打天梯也是打得蠻情的 我們來看一下 Viper 土耳其會怎麼發揮 好 先來看一下 Viper的文明是土耳其 土耳其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挖進速度非常快速 而且弱馬可以自動升級 但是他的槍兵跟毛兵無法升級 所以他的弱馬自動升級之外 遠防還會多一點 那土耳其人主要還是要打火器單位 火炮、火炮塔或是火槍兵 都是土耳其人主力 中後期也可以轉一些駱駝或是馬功 作為他的中間力量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條盾人 那條盾人最大的特色是 團隊加成有抗招牆效果 而且農田非常便宜 可以前期高速撒下農田升10代 但是條盾人的騎士 沒有這個耕種技術的關係 跑得比較慢一點 算是條盾人的稍微劣勢的地方 但是又有這個團隊加成的 抗招牆的效果關係 所以條盾人也不太容易 因為這個沒有跑速度關係被招牆掉 那條盾人打法算是比較全面性的 只有這個大蟲稱不太能用 後期可以打火炮火槍 還有這個巨型投射機 還有這個重頭 都是這個條盾人 後期非常好用的工程單位 那條盾人城堡 也是射程非常遠的城堡文明 所以他後期控圖來說也是非常強大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面地圖 看到丹尼爾後面 這裡的黃金礦是比較偏後方 前方有果子石頭在前方 看起來前期會比較難受一點 而且石頭也在前面 挖城堡會稍微有壓力 但是只要這邊開下TC的話 應該就問題不大 但是他兩個石頭都偏前方 這就有點危險 好那黃金右邊好一戳 那整體來說丹尼爾的地圖算是不錯的 那來看一下Viper這裡 Viper這邊是黃金在前面 這就有點麻煩了 而且他是所有的黃金都是偏前方的 所以要是Viper被條盾人的超遠射程城堡 給控制地圖的話 Viper這一場就不太好打了 那中間這裡的石頭呢 算是也偏前面了 但還好後面還有一個主石 那兔爾西呢 只要有一根穩定的城堡 可以量產出來的話 兔爾西火香兵 多多少少 可以為他這個文明 拿下一點優勢了 好,Viper這邊 應該是要來生石袋了 打一個18匹左右 不過這應該沒有辦法 應該要打19匹了 19匹稍微收村 一個支部技術 調遁人 這邊是點下了18匹 升級的方式 目前看到Viper經濟的量 是比較正常打法 五個人 這裡五個人 十人伐木 沒有太特別的打法 也不是支撐 所以應該可以預判 應該是要來打肉馬 轉攻兵 或是直接下攻兵 也有可能 如果要下攻兵的話 這邊應該要趕過去 這個採礦營地採對 所以這邊要看一下 Viper還是會先走肉馬 再轉這個 攻兵嗎 還是要直接轉一個攻兵開呢 但他這個局局的話 這個情勢的話 應該是直接轉肉馬 肉馬先下比較合理 因為他這邊節奏已經慢了一點了 採礦營地沒有那麼早下 好 那這裡就不打 土耳其的挖金優勢 小攻流 土耳其人其實是有這個攻兵流的 雙射箭場攻兵流 城堡時代接續打 奴兵 轉這個彈道學 跟雙射箭場 三射箭場的這個流程 後面再轉城堡時代馬攻 所以是一個很強勢的土耳其打法 那Viper這邊是先轉肉馬 晚點可能還會再去轉攻兵 也說不定 兩邊肉馬稍微互相騷擾一下 這邊趕快撒農田 丹尼爾這邊打了一農一木 兩邊都是一農一木的開局 所以前期的壓制 不會這麼的兇猛 這裡農田補了七個 來看一下 土耳其 Viper這邊也準備到七片田 兩邊農田補的比較沒那麼兇 尤其是丹尼爾 丹尼爾這個文明特性 應該可以再補得再更兇一點 但是他這邊是想要打兇一點 而不是想要弄得兇一點 所以先補了一個射箭場 那Viper這裡的射箭場就會比較難按了 這邊是決定先補更多田 待會再來考慮射箭場的問題 那Viper這裡我覺得有點小小失誤 這個中間沒有直接為死 反而是溜了一個洞 方便進來 反而是讓自己的主金 可能會讓丹尼爾左右兩邊 有地方可以有這個進軍的路線 這樣是不太好的一個做法 但是Viper是世界冠軍等級的選手 所以我們繼續看下去 他會怎麼防守 Viper這邊是繼續出肉 丹尼爾這邊是出了弓兵 夾長兵 槍弓前壓 這裡射箭場要趕快補了 弱馬現在是打不贏這個組合的 這裡槍兵稍微打了一下 丹尼爾的弱馬稍微有點殘血 但只要成功控制住了Viper的主金 這裡就舒服多了 原來Viper還要被破 收村然後去轉往其他地方挖金 防守可能會出問題 現在Viper只能轉往守勢 如果這邊要趕快拿回自己的黃金的話 這裡趕快要挖黃金才對 右邊這裡 但是這邊是直接鬼轉挖石頭 難道要打算挖石頭 然後賣石頭 換黃金 買肉 升城堡是在嗎 Viper不是這麼想的 他決定是要轉毛兵 配上肉馬 而不是攻兵了 這裡黃金沒有在空 趕快回來挖一下 這時候丹尼爾以為Viper過來挖黃金 但殊不知 這塊雞沒有挖 結果丹尼爾的預判 沒有成功 等於Viper已經預判他預判了 認為丹尼爾待會很快就會轉往這個區域 而不是直接控制這個黃金 所以趕快回頭繼續挖 現在肉馬有品種了 丹尼爾應該是有看到這個品種下去了 被自己肉馬但是打不贏 先撤退 點城堡時代 打出這個時代優勢 那Viper看到這個情況 一定要上去追的 我有品種 為何不追呢 這裡要注意一下細節喔 Viper這邊 問的第一時間上 毛兵要趕快打下槍兵 才可以讓肉馬自由搏擊 丹尼爾沒有派出第二隊的支援部隊 因為家裡佔工兵 準備要從左側進攻 那這一坨的部隊要盡可能往右拉走 Viper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 好往右拉 繼續往右拉 挖金技術也補下 工兵準備出門 這一坨 待會就直接打一個工兵變身 但是為什麼現在不變村呢 是因為會害怕Viper家裡 囤了一坨毛兵喔 在升級之前 就被收掉一些工兵的話 對丹尼爾來說 這個戰術是非常傷的 所以這一坨兵要盡可能的拖延時間喔 這一坨兵不求打贏喔 只求拖時間 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這一坨弱馬只要能拖到 就算他贏了 因為Viper這邊的弱馬會自動升級 要是待會一升級 又抓到丹尼爾這邊的工兵的話 就會很難受 好 但是看到這邊弱馬還在這裡 所以工兵決定出門了 這邊弱馬沒有在家裡 現在很安心 好 升級上去 看到有人在挖黃金 先點個二級射 努兵升級有點卡 走過來 先飆射 Viper這時候已經看到了 這裡的單位全部被收光 好 看一下 這裡圍了一下 往後走 只死了一村 還能接受 Viper這一波稍微被壓制住 好 城堡時代還有30秒 弱馬過來攔截一下 後面支援的奴兵 好 先收掉了一隻槍兵 好 弱馬有品種有點麻煩 好 再次集火 再收掉一隻弱馬 但這邊弱馬的數量有點多 好 條都人這邊弱馬的城堡時代 近戰防禦率加1點 但是一條輕騎兵是完全打不贏的 條都人的弱馬是不能升級 只能撤退 好 輕騎兵往後射 躲一下 好 現在弱兵來了 帶著Viper 城堡也已經挖出來 補下了一個TC 然後蓋了一根城堡 那火槍兵打奴兵的話 現在優勢沒那麼強大了 以前突爾西火槍兵的射程是8點 現在是已經7點了 所以跟奴兵的二級射 是一樣的射程 所以火槍兵現在打起來 非常的沒有那麼多有優勢 只要一般的奴兵打法 甚至也可以跟火槍兵 打到55開 甚至可以打成64開 也數不定了 好 七點射程對七點射程 好 土火右邊 再補了一根 新的TC MIPER這邊想用佔毛兵反擊嗎 但毛兵沒有升級 被弓兵直接點光 好 土耳其火槍兵 被射掉了一點痛 射一下 好 這邊MIPER的想法 是用土耳其火槍兵 點射的方法 去偷點下 弱兵的血量 這個叫做Poke打法 消血消血 再消血 還滿消 一個1級1防禦力 VIPER這邊要點2防很困難 現在想要妥協火槍兵爭取時間 這裡TC開得很快 那丹尼爾看到這個情況的話 可能趕快開下TC 挖石頭 然後把這個黃金給控住 會更好 現在這兩區 VIPER是專注在這兩區 這兩區不太好 繼續深入進去 好 火槍兵走得有點出來喔 這裡要打算直接往前嗎 但是如果往前的話 後面有投石車 那尼爾這邊要思考一下 這裡往前到底有沒有優勢 好 火槍兵一再偷射 點發點發再點發 但是都沒有打到 有點打到了 好 點下來彈道學 丹尼爾這邊打得非常緊張 在沒有彈道學之前 是不會輕易的 跟對方拖線的火槍正面對決的 好 這裡被開了一槍 倒地兩隻奴兵 投石車過來拍一下 沒拍到 奴兵過來 看到了這個情況 沒有人在挖黃金 選擇撤退 後方攻城七製造所 沒有產出投石車 好 開始轉出了馬凱 還有這個輪走技術 這裡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這個城鎮中心補下之後 就可以開始挖石頭了 好 土耳其人 MIPER點下了二級伐木 二級伐木點完之後 火槍兵 這裡很危險 高打低 有彈道學的奴兵 是可以點發一隻土火的 MIPER這邊有點照鏡了 這裡趕快測一下 好 丹尼爾這裡 是繼續補下了奴兵跟騎士 兩邊打得比較偏濃一點點 好 但是要打濃的話 MIPER通常不會輸 但是MIPER最近 他的打法 有開始慢慢出現一些轉變了 不會像是以前這種標準式的打法 可能也認知到了 現在MIPER的三木的打法 二龍N木3TC的打法 已經開始被破解 只要對方也跟著對龍 不要打太多的強軍士 因為以MIPER這個打法來說 防守的 防守能力會有不足的情況 所以只要多打多線的話 通常MIPER也會很難 全面性的防守成功 好 我們來看一下MIPER這邊的防守 這裡又被抓到幾村 68打65 右邊砸了一發大丸的 三隻奴兵倒地 火槍兵這邊是問題 是機動性不夠 丹尼爾也很知道 土耳其人的 這個打法的弱點在哪 土耳其火槍兵直接正面應戰 扛下了這些奴兵的傷害 好 再射個擊發 再射到了一隻奴兵 按了一隻生侶 想去撿生物 這邊往外走有點危險 去外面蓋個房子 順便偵查一下 丹尼爾這邊打一個非常多線 左邊一坨 右邊又一坨 好 MIPER開始用火槍兵 開始在外面巡弱 在這邊招響 被招馬上拉走 丹尼爾點下了手推車 後面開下了4TC 丹尼爾是打了一個 邊農邊進攻的打法 這個打法是現在MIPER最大的弱點 只要對方跟他對農 又打一個多線進攻的話 MIPER就不能爽爽農 然後用精緻型打法淹死對手 好 那後方這裡 多線再次靠近 MIPER這邊的機動性非常不夠 投石車跟火槍兵都走得非常慢 還有勝率 這邊打多線的話 他會防守來說 是非常弱勢的一方 好 圖火決定不回家了 往前 就是為了撿生物 但這邊其實也有很多兵 丹尼爾這時候點一下 輕奇兵的升級 這個品種升級 輕奇兵沒有 輕奇兵是不能升級的 好 怎麼不能升輕奇兵啊 好 這裡大軍會合 村民直接控到了農田 不是村民 奴兵控到了農田 好 戰術了一台奴炮 好 現在丹尼爾的部隊量非常龐大 前面跟後面都有一定的部隊數量 好 MIPER這邊嘗試用圖爾虛火槍兵 做了一個拉打動作 還有有點閃爭 躲掉了一些奴兵的傷害 丹尼爾這邊點下了二級馬卡 騎士開始穩定 但這一坨奴兵暫時解不掉 有點頭疼 好 這裡火槍兵 要被奴兵高達第一給收掉了 騎士直接上前 不管 直接吃著火槍的傷害 OK 最後收掉了一隻騎士 後方這一坨奴兵 已經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VIPER已經撿了十三村 丹尼爾這一波多線操作 打得非常漂亮 好 這裡 沒有打算要理奴兵 這個奴炮不理 奴兵繼續往前走 右邊 這裡 鑑堡堵起來了 感覺VIPER打天梯 都故意不為家 想要訓練自己的反應力 所以很容易天梯上 會看到他輸的狀況 但他打比賽就比較謹慎 尤其是金額更大的這種比賽 所以有人會戲稱VIPER 是根據獎金金額 來調整他的實力的一位玩家 但是VIPER的打法 開始有出現 這個反制方法 大概以前都是 強軍士猛攻他的3TC 然後單TC硬攻 大家現在發現 打開農型的打法 也不會太輸VIPER 經濟型打法 果然間接成為了重大主要 而不是一堆開稿戰術 這也算是對司機帝國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發展 左邊終於為死了 VIPER終於受不了 終於要為死了 看到VIPER為死 就有一種 你終於 終於認了是不是 再不為的話 真的要輸了 在右邊這裡 這裡沒有打算圍嗎 丹尼爾可以繼續過來搞事 奪拋過來 串燒一下 倒了一隻 好 點下了帝王時代之後 更重技術 開始點 又補下了馬凱 丹尼爾這邊 點下了工兵鎧甲 但是 調多人的工兵 Pose起不太強 這裡應該是要轉戰毛兵 去反制圖爾西或槍兵 好 點下了一攻 還是要轉遊俠呢 再升級馬凱了 一攻也點下了 點遊俠的話 VIPER就不好打了 一定要轉駱駝 好 現在主金跟副金 都被兵力給控制住 現在還不是城堡 暫時沒問題 有足夠強大的狐利 這邊剛好返回推一下 控制這兩塊區域的話 VIPER就還可以有伯路 好 勝率過來招翔一下 但是丹尼爾這邊 處理得很好 弓兵配騎士 順利解掉勝率 配奴炮的出列 好 護槍往前 護槍兵打一下 往後拉打 走中一下 可以不掉一些傷害 肉馬現在直接升級了大肉馬 土耳其的特殊能力 瞬間升級一隻樹 這個壓制很強 但是後面有一根城堡 好 VIPER趕快來控這根堡 這個黃金趕快控下來 不然自己快要缺金暴斃了 VIPER的黃金收入量 現在是只有八個人在挖金 就是這八個人來蓋堡了 事實上來說 VIPER是完全歸零的狀態 黃金吃龜靈膏了 如果黃金不控住 就要提早打GG了 VIPER這邊沒有黃金 趕快率先按出一些肉馬 提升了二級馬凱 先暫時用肉馬去阻止對方的多線操作 好 調作人 這邊點下了重裝騎士 有暇的話暫時肉跟黃金都不夠 好 VIPER右邊有一波大洛馬的騷擾 好 三級馬卡也點下 火炮這邊 要先往前偷拆一下工程器製造所 好 點一下 右邊的重裝騎士 把VIPER的火槍隊給收拾乾淨了 VIPER的正面部隊少了一坨 現在他的正面部隊反而是一堆大洛馬 黃金現在太缺乏的關係 正面有點難打贏 而且VIPER這裡也沒有槍兵可以升級 遇到條盾這種 重裝騎士壓制的方法 待會要趕快轉駱駝 駱駝先安幾隻 但沒有重裝駱駝的話 是可能打贏重裝騎士的喔 重裝駱駝要趕快找個機會 去升級一下 肉馬往右邊補 這邊直接吃TC的傷害 但TC的傷害並不是很明顯喔 7點輸出 打這個重裝騎士6點遠防 怎麼射都是一滴 需要傷害還是要來自於肉馬 跟這個駱駝的傷害喔 OK 正面這一坨 騎士直接上前 想要收掉火炮 火炮應該是活不下來了 好 被收掉 這裡挖進村民又被騷擾喔 重裝駱駝趕快點 重武點下了 但還要需要等1分10秒 這一分10秒 丹尼爾能不能用重裝騎士 直接海煙 Viper呢 Viper重武受不了 右邊上了大石牆 是什麼樣的操作 讓Viper重武受不了 直接拉牆為死 丹尼爾看來是被低估了 Viper這一波可能是男手下了 丹尼爾這一波重裝騎士過來 這一波可能要爆炸 完了 駱駝還有30秒 黃金不夠 農田被控的話 也沒有辦法按駱駝 丹尼爾的目標很明確 只要控你金 控你肉 我就能拿下比賽 但是Viper也不甘示弱 駱駝也往前 肉馬也開始到處抓 但是丹尼爾防守還做得不錯 四處都有重裝騎士在斜防 這裡直接被迫收村 駱駝過來擋一下 重裝駱駝中的升級好 但是數量上沒有明顯的 數量優勢 被重裝騎士的數量直接擰壓過去 Viper這裡駱駝 沒有辦法繼續按 黃金完全不夠 黃金被控的有點慘 三級射點下 TC傷害來到了9點 這樣就可以用承認中心 或是城堡防守 但是這裡的重裝騎士數量有夠多 已經屠殺了非常多的村民 村民數量已經來到了113村 村民差距離20村左右 阿尼爾直接點下了3攻 傷害又來到最頂峰的狀態了 黃金快繼續挖 駱駝駱駝 繼續按 好 這一波騷擾之後 丹尼爾的村民數明顯拉開 支援量已經領先了6000支援了 好 Viper這一波右邊石牆中拉好 暫時不會再繼續過來 但是正面準備要來進攻了 四台巨頭開始攻城 Viper打出了拒絕 我們恭喜丹尼爾重裝騎士加巨頭 收下這場比賽勝利 Viper這個地形真的太慘了 三個黃金都在處於一個很不好的位置 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阿拉伯的地圖隨機性 也是四地谷的醍醐會 支援量的每一場都是不一樣的情況 讓挑戰者有一個機會可以拿下比賽勝利 大概這樣這場比賽 我覺得應該是Viper自己在搞 如果早點把這個場圍好的話 可能就不會這麼慘 還有左邊這個位置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丹尼爾 打下支援上勝利 15黃金十仇都贏 黃金這次贏了快一倍啊 Viper只用了7000多黃金 可以打到帝王時代 這種成績也算不錯了 那木材的話只有稍微小贏一點點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Good way Bye Bye MING PAO